處理一個2D Array,跟我們處理一個普通的table的做法完全一樣 假設我中間有個table,左邊0123,右邊0到4,即是4乘5有20格 我們只需要用兩個for loop,第一個for i,第二個for j 第一個for loop是左手邊,由0到3,第二個for loop是由0到4,一定是右邊的 第一個是做4次,第二個做5次,4,5中20,結果做了20次 做什麼呢?就print了i,j出來,table就會出現了 而次序就會先印了00,01,02,03,04,10,11,12,13,14等等 要印一個2D Array裡面裝著的資料,我們可以將i,j轉了 例如 table i,j就可以了 反過來說,這邊呢,黃色這邊就是for i,灰色這邊就是j,這個一定的了 所以我看到一個program是兩個for,for i,for j,不用想了 第一個for一定是左邊,第二個for一定是右邊 那一定是沒有錯的了 面前有兩個陣列,一個是1D Array,一個普通的Array,而第二個是2D Array 那分別是什麼呢?就是差一個數字 那如果1D Array的話,比如int score40,有40個元素 score0去到score39 但轉了一個2D Array的話,我就可以這樣宣告,用兩個數字 int score40和3,於是呢,它就有40乘3,即120個元素 每個元素或者element,怎樣叫呢? 第一個叫score00,第一個,這個score01,這個score02,10,11,12 去到最後就是39,0,391和392 正好這個數字,大家錯了,應該是39 這個陣列的名字叫score 我們用的時候,一定會給兩個數字 因為它是2D Array,scoreij 例如score00,score01,score02,一定會給兩個數字 左邊的就是i,右邊的就是j 要順序印好所有元素出來的話,我們可以用兩個for 一個fori就是左邊,一個forj就是右邊 所以第一個就是fori就是0i小於40,做40次的 然後再forj0去到2,即是3次 接著就printf,把scoreij印出來 於是它可以順序將這個50,70,60一路順序印出來 那printf可以這樣用,那scanf可以不可以呢 那scanf一樣可以,只要把scanf 加一個n在前面,你可以順序讀取這120個數字 我們下一個了